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在操作当中有问题 你希望能跟我们一起赚钱的 你赶快把握机会 我想机会真的不等你啊 我刚刚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对不对 这个 你那个种甘蔗 如果你当初你不去买土地的话 你现在还不是一样一贫如洗 那这位人兄我老爸的朋友的爸爸 他就选对了一个方向 所以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抉择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3月23日你光看到那个敌方国 告诉你要跌500点 我告诉你很多人下了半死啊 对不对 我有会员 我有会员啦 礼拜一一大早 我都还没到公司哦 我记得是几个都是 特别跟普通会员 就打电话给我们的业务人员说 到底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讲的一部分可怕 对不对 盘中更多人在怎么办 因为跌了150点 但是我记得没错 我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们还是在什么 买光学股啊 对不对 郁金光不是都没让你失望吗 南电啊 有让你失望吗 都没有让你失望啊 建策也是利用这时候买的嘛 对不对 我想都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标题 我们再把这个电话收回去好不好 好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 这下半段的一个节目 然后想 大力光这一次呢 他提早公布的一个营收 我想他最近提早公布营收 你看到其实每年啊 一开始的时候 最早公布营收的 多半都是这个大力光啊 一家这些公司 可是我说真的 你们敢买一家 我还不敢买一家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讲 一家这是一家很 很神奇很奇特的公司 这是很神奇很奇特的公司 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 来形容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去年有没有赚钱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对 去年有赚 去年有赚 去年有赚钱 但是说真的 那个有什么好操作的呢 我不知道 那给你自己去盘算就好了 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力光三月营收 勇夺猛打赏 对不对 三月份营收 我们要把它勾出来 三月份营收 一口气就直接怎么样 变成年增24.91% 同志朋友 其实二月份营收就起来了 对不对 三月份营收更好 理由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嘛 多镜头嘛 我说的 给几粮嘛 对不对 多一颗 多一颗差有多少 对不对 多一颗差有多少 我告诉你 差非常的多 差非常的多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大力光部分 主要为什么 因为华为在拉火 华为营运助攻 大力光三月份 缴出一个39.26亿元的好成绩 对不对 然后呢 不仅月增暴冲至55.06% 延增也达到24.91% 大力光第一届营收98.24亿 年增率11% 你看这个年增率真的很高 你看到 这个39亿都已经怎么样 跟去年十月份的高点50亿 说真的差别已经没有很大了 我觉得我觉得是 老实说我觉得还还蛮厉害的 我想跟大家讲好不好 对 大力光去年第四季 就因为新款的iphone的一个销售不足预期 而提早跟忘记说再见 大陆手机品牌也在去年第四季末 面临库存升高问题 所以大力光弹机来的又急又猛 那时候每一个月下来 年减年减年减减到很夸张 不过 现在刚好是华为一路的在拉火 对不对 那三月份工作天数恢复正常 加上华为基主P30系列四月开卖 进一步带动大力光营收明显走高 那大力光这个给大家讲 这一确实一直就第一季的法则会 看起来是应该会是相当不错啦 主要是华为那颗浅望式的镜头 整组的镜头的镜片 是大力光做的 那浅望镜的这个零镜部分呢 这什么 苹果日报说是顺宇跟利达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说 还有加上亚光嘛 这就看你信不信而已嘛 对不对 当然出整组镜头的营收大很多 这个不用我讲也知道 对不对 P30后面那一 P30 Pro后面那个2000万跟4000万画素的 整个整组的镜头都是由大力光出的 你如果都不懂的话不好意思 你回去上YouTube看 我礼拜五在这个 股市现场所讲的内容就好了 你回去看好不好 大力光第二季营收是不是能够续详 或者超越去年同期呢 最终还是要看大陆一线智慧手机厂 客户的一个点色 苹果第二季为传统战绩 然后呢 为什么 他说为了新的iPhone启动了定期间拉货 要等到6月7月 所以现在看的是华为拉多少货而已 那华为有没有大部分拉货呢 对不对 他说其实都是华为在拉而已 因为其实OPPO和Vivo都不怎么样 当然这部分的确是这个样子 所以会不会变成第二季不好呢 这个4月11日 请你看看林仁平他们怎么讲的 好不好 那华为拉货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三跟大家讲过这篇报告 这篇报告其实是礼拜二早上就传出来的 红明校的报告嘛 对不对 那内容报告我们把里面勾出来给大家看 他说怎么样 华为在建立库存 他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其实我们在3月7日就已经有注意到 华为建立库存 3月7日的时候他喊什么 他就喊晶圆电了 这个红明校医师这样子 他看换一大堆的半导体 他去喊晶圆电 为什么 他说因为华为很好 他说我们现在发现更有信心的 说华为已经瞄准要建立至少6个月的一个晶片库存 6个月晶片库存 所以这个位置 为他的一个smartphone 为他智慧型手机部分 他还有未来一年到两年的晶片库存 晶片库存建立那么多干嘛 反正都是战略性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跟谁拉货 他跟晶圆电拉货 他跟热光拉货 他跟台积电拉货 我想这很重要 包括连文贸都被他拉货 你看他本来 红明校那么看坏文贸的人 他把文贸从94块调到107 虽然跟现在的股价差别的天荒地老 不过先前看文贸看到100元以下 也只有他看对而已 不过那不重要 重点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华为在拉货 这就是刚好跟大一光营收很好 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我想是比较整理性的一个资料 外资最近在买什么 这边有提到 第一档我们刚讲金元电 第二档是什么 建我们会员 我认为有比较长线行情 叫明基财 虽然说最近股价 老实说明基财 如果你在3.23日那个礼拜第一天卖掉 还有个卖涨顶 我觉得那没什么 对不对 我看的是一个中常见方向 好不好 我看的是一个中常见方向 我告诉你 今天万一好使不使被我赌到 这个陈美财一阵子不能出货的话 明基财可能不是30块 可能是50块 对不对 那第二季呢 偏光调涨价格 但我知道的是 它的产能现在已经满了 但是如此 好不好 内容后面我们都不多讲了 其实这以前讲过的巨洋 对不对 新谱 这些都跟大家讲过 这个 他们说外资新谱 还不知道我们讲过 讲过很多遍的 信心 6451 这还要你讲 投资朋友 这我讲过 我讲得没想要讲 对不对 讯心今天的股价 这几天126.5元 已经创价新高 你看到 是他上一季啊 他去年单季赚了2块钱 对不对 1.99元 这不要 这不用我多讲了 我跟大家讲 红海集团现在我看什么 对不对 我现在主要还是看这个 除了真的是基优股的4958的真顶之外 对不对 投机一点 你看讯心 对不对 这个PCB的话 你就看2328 因为最近PCB实在太强太强了 那红海集团里面的广宇 算是一档PCB股票 所以我们还蛮看好广宇 我跟大家讲过 我讲过的东西我就不见多讲了 好不好 不要浪费大家的一个时间 再来还有这个技术面翻多的法人股 你看到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跟你谈什么 对不对 中租嘛 当初跟你谈中租的时候 你有相信吗 你也没相信啊 对不对 我讲新兴的时候 还有人在放空心心 这都你们 这说真的 这都你们开心就好了 对不对 很多股票 对不对 很多股票我不便在这边 多花太多时间跟你讲 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有猜对方向 说真的 这个我相信要赚钱 应该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好不好 那么难 我说真的 其实我很佩服群联这档股票 你说为什么 群联其实不管它的获利好或不好 真的 大家都觉得不错 你看群联事实上我这边看到 群联去年第四季才赚了4.04元 公布人家就好 第三季7.12元公布人家也说好 反正大家就喜欢买群联嘛 那就算了 你就给你去买吧 对不对 群联也真的很厉害 从200 我这边看到数据 他大概从219 218元 一路找到320元 那给你 你爱买就给你买吧 我们没有意见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会宁愿 我会宁愿好好报劳我们的2329的华太 其实封册我买了两档 一档是华太 一档是日月光 你等着看我们的华太会怎么走 好不好 这个我不多讲了 这我不多讲了 对 然后包括 也刚刚大家看一下这个4月3日投信买卖超 其实你看到投信买超这些重点里面 你看包括华通部分 对 华通 我顺便帮大家点起来 华通 对不对 日月光 对不对 正威其实跟大家讲过了 这我们明确去买正威 包括华通啊 日月光啊 对不对 自身啊 这些股票 其实都是投信所买的重点 你看 miniLED里面 同态跟聚基嘛 对不对 聚基我们后来没有买 这个因为那天我去录影 我们没有 扣会员买进 不好意思 然后呢 包括太鼎部分 我跟大家讲 真顶太鼎跟见顶的话 如果现在 一个殖利率来考量的话 我考量的可能就是 这个比较便宜的见顶这部分 你看到这些股票 我会赢啊 对不对 这还没有涨完 就不用担心了 我在我在这个 股市现场里面讲了什么 讲起红双红嘛 对不对 真顶我讲了 不想讲了 对不对 值得那天 礼拜 那个礼拜 值得这个是在 礼拜二不小心 被我讲到涨停板的 这真的是不小心 这个我们没有叫会员买 我们怎么一知道 一讲就涨停板了呢 这个 文气文气啦 这不是我教 这不是我教 对不对 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到 可能还包括什么 怎么 类似像这创意这种股票 为什么 因为 奇怪 创意其实之前 投信很久没买了 怎么忽然开始 对不对 前一天是81张 今天这个礼拜 礼拜三呢 去买了这个427张呢 我想这可能 值得去看重点 那另外在卖超里面 当然废话 逸华店 所有人都赚翻天了 当然呢 投信这时候卖超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包括这南貌 也都要卖嘛 对不对 投信大幅度卖超 无可厚非 当然这股票呢 当然我这边暂时 我们就不要看 COF就不要去看逸华店 你反而去看到 在逸华店很弱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你看到齐邦 齐邦就变很强了 其实齐邦 是一家 我认为还算蛮被低估的股票 大概如此 不过 没有买之前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左边这边 我不知道是可以跟大家讲 第二个是什么 美食部分 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美食 这个挡股票 我会准备出手要买 我先跟大家 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这本来就是我们 长线看好的一个 长线看好的股票了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好在那边 跟你臭屁这些 讲这543 这题外话的事情 对不对 我投资朋友 再来给大家看这个 你看 我刚好看到这个东西 投资朋友 台湾50反一 卖887张 你看到 投资朋友 这一天我给你勾出来那一天 给你勾出来那一天 对不对 台湾50反一 投信买了1万多张 刚好就是 3月25日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就是阿国 阿国阿国 阿国说要跌500点的 前一 的隔一天 阿国 离方国 台湾 大学化工研究所的博士 阿国 跟你说 他们下狗霸掉 所以有时候呢 这些投信的操作 你不要怪他们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在跟你讲这个543 他们都很会念书 对不对 博士硕士一堆 还有从美国回来的 其实我也认识 从美国回来的 不太做股票的 多的跟什么一样 并不是因为喝过阳墨水 就会懂得股票 好不好 那当然呢 我跟他讲 有看过同业 说持股 全力出行 要全力帮工期货 输一屁股都有 对不对 输一屁股都有啦 所以你不用再看这些公司了 你看到 其实在 应该在礼拜二那一天 礼拜二那一天 大盘 应该说 礼拜二那一天 你看到这些 台湾50反应又停损了 不要再去买投信的 投信的这个 投信的这个 那个投信的这个 这个基金了 对不对 你根本诸咒为念 好不好 最后一点时间 还是跟大家提到 我们的 2018年年报分期家定存股 非会员在礼拜日晚上 对不对 礼拜日晚上之前 我们还是一样 想有找鸟家 我们内容其实 大概就45分 60分钟左右而已 对不对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从这个 去年年报看出来的一些 趋势 看出来一些端倪 能够在这边 分享给投资朋友 其实往年 这些 以前我在风银投顾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喜欢 办现场演讲 但是呢 我这些东西 一定都是免费给会员的 可是现在呢 我真的很希望 对 透过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呢 有机会 不能说付小钱 这不便宜 对不对 这不便宜 对不对 让大家有机会 你从我们的 年报里面看到 我的一些操作逻辑 我相信上一次 上一次跟前一次 你都看到 对不对 我说中相跟南地 一定会超过 振兴跟台相 那时候一开始 没有人相信 我还提过大成刚 我还提过什么 风达科 投资朋友 我讲风达科 都放到六字头 我还讲一档股票 大家记不记得 3005 对不对 它叫什么 它叫做神机 我讲的时候三字头 对不对 12月初的时候是三字头 现在多少钱 最高涨到52元 对不对 我讲2404的汉堂 大家记不记得 汉堂哦 对不对 这档小镇 这个小镇进去又出来 进又出来 每次都没赚一个汉堂 我在刚开始跟你讲的时候 它刚减资完成 那个时候股价多少钱 股价才70几块 投资朋友 我都没有乱讲 对不对 12月10日啊 减资完成的时候 12月10日减资完成 股价75.5元 我没有骗你 我记得我在录那个影音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剪字当中 好不好 我都跟你讲过了 这个东西 我想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用再多强调吧 反正那都是我跟你讲过东西 好不好 这没什么要讲的 那最后一点时间 对不对 我们YouTube频道 会计师资股是第一线 请你记得订阅 按赞分享 好不好 如果觉得我们的东西有用 然后还有把那小铃铛打开 这样我们上传影片 或者是我们直播的时候 你会立即到通知 另外包括我们的Facebook的粉丝专页 会计师资股是第一线 我想一些新闻的重点 我评论在这边 然后Lite部分 我想现在更新钱 我们都继续使用了 那更新 如果更新之后 像那一天 忽然就不能用了 我们只能说不好意思 对不对 我希望当然最好的一个方式 你还是好好来跟着我们操作 来赚钱 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 比较简单解决 不然的话 我说真的 你说上班族 你看 你要上班 要投资 对不对 我相信 真的很麻烦 那如果你有我们的讯息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的所做的 我不会叫你去追高股票 不会叫你去赶快去锁涨停板 然后去做电视计算 不会 对不对 我们都有好多的时间 可以让你慢慢有机会买进 这才是我们的操作的一个逻辑 不管我们的YouTube频道 会计师资股市第一线 你请记得订阅 按赞分享之外 另外包括我们的Facebook的粉丝页 请记得按赞 我希望投资朋友都有办法 能够赚到 在股市当中 都有办法赚到钱 那最后当然了 这个警语里面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的本公司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一点都无关的 上面有我们的咨询电话 我希望大家 真的行情来了就好好把握 而不要等到行情过了 才在那边说好可惜 这一波行情我都没有把握到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上天也很难救你的 祝大家操作顺利 咨询电话 然后就行